行駛後 之後 怎麼轉到關注一段 嚇死我了 他跑掉了耶 他跑掉了耶 快到頭耶 目擊駕駛嚇到不行大聲驚呼 因為就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旁邊的藍色車子 被從側面撞到後大打滑 正正轉了180度 被撞上人行道才終於停了下來 對啊 沒事了 還要側撞嗎 事情發生在桃園觀音 12號上午7點多 一名22歲的零姓男子 駕駛藍色休旅車 行進保障二路與城公路一段路口時 和對象要左轉的轎車發生碰撞 結果照睡之後 駕駛沒有停下查看 反而加速逃逸 直接離開現場 休旅車被撞上人行道之後 側邊車門凹陷變形 車後的擋風玻璃 也都列成蜘蛛網撞 可見撞擊力道不小 20公尺外的公車站牌也被撞毀 車損零件還留在現場 道路上也留有長長的刹車痕跡 警方獲報現場處理 林蘭無受傷 九十指為名 警方以追查趙勢車主 大案說明 釐清趙勢原因 這個地點剛好是前往重劃區 主線道為四線道 挨撞的藍色休旅車是綠燈 加上左轉車疑似沒有特別留意 才會撞上 而被撞飛的休旅車旁邊 就是一輛大貨車 當時幸好有及時停下 旁邊的公車站牌內也沒有其他路人 否則要是真的追撞貨車車尾 或是波及路人 後果都將不堪設想 如今駕駛只希望 可以趕緊找到肇事駕駛 好好賠償他的損失 東城新聞 黃啟動 桃園報導